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游还有画画 这是我第一次做电子产品的开箱 对电脑配置一窍不通的我更谈不上什么评测 就是站在一个新进视频博主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和理解 其实我本人是果粉一枚 算不上死忠 但自己的手机和Pad都是苹果无遗 这次挑选本本的目标也就定在了MacBook Pro 13和16寸对比下来 16寸超出预算而且携带略微重些 13寸现在新出的AMI芯片炒得很火 但看过评测可能对视频图片等编辑软件兼容性有待提升 文艺点还是英特尔家族吧 最后定格在13寸Pro高配 硬盘升级到1T 2999刀 在官网下单果然发现还能把售头的老古董第一代MacBook Air Trading 果断下单付款 选择第二天实体店自提 结果付款后每一会儿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显示是02新州那边的坐机 接起来人家说我在苹果商店买的电脑需要核对信用卡号 我一脸猛逼第一反应是诈骗电话 还想要我的信用卡号 我是那么好骗吗 果断拒绝 人家说 OK那我把你订单取消了 你可以去实体店买吧 我心想骗子还挺专业 没到回事 第二天去到原定提货的实体店 人家一查说你昨晚下的订单没付款成功已经取消 要买电脑需要排长队等候进店再选购 而且实体店买不可以trade in 这电脑想要trade in只能网购 网购就可能要电话核对信用卡号 在现在骗子横行的年代 这种操作总让人心里没底啊 没办法只能败信而归 归途中路过JBHiFi 一拍脑门那就进去看看电脑吧 我们女收买本本 首先当然是颜值了 各品牌看了一圈下来 看上的也就几款 经过老公对配置的专业分析 最后锁定万星人M15 配置我是不懂了 反正老公说配置高 性价比不算最高也还凑合 不能和国内那些什么机械革命等 新锐品牌比价格 毕竟是万星人吗 而且实体店不是网购 只能在现场有的这些型号里面选择 冲动消费就当炒买走了 我自己用电脑主要就是剪辑视频和照片 PS这些软件 老公说这台电脑做这些活都太欲罪了 配置我是一窍不通 可能对于我来说这次意外买外星人而非苹果 最大的利好就是和家里的台式电脑一样的Windows系统操作 熟悉Mac操作系统 自从那台老虎等Air不用以后 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说了这么多 虽然是电子小白 还是简单介绍下这台外星人的配置吧 CPU是AMD锐龙最新一代的2275800H 性能对标当然也是英测尔最新11代i7系列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查天梯图 这里不多做这数啦 16G内存都是现在电脑基本标配 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不用RGS SSD硬盘 对于我这种有大量视频储存的博主来说 有些略小 不过老公说以后不够用还可以加的 最后亮点当然是 RTX3060显卡和165Hz高刷屏 不过对于不怎么玩游戏的我来说 没有太大意义 可能带来的结果是老公要抢我的电脑打游戏啦 好啦 这次的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最近也想入手 本本犹豫不决的话 欢迎给我留言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